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向台湾人们喊了一句话 是以母亲叫孩子的口吻 万万回家吧 说实话呢 他学的倒是很像有那种慈母的感觉语气 但是在台湾人看来 这个不像慈母 有点像继母的感觉 就是什么有点像笑里苍刀的这种感觉 结果他这一喊 不要紧 引起台湾整个社会的共鸣 让蓝绿的网友一致的反弹 让台湾人变得很团结 因为台湾最大的问题 他就是自己不团结 但是没关系 这点让海峡做到了 所以说台湾人其实应该感谢他 对不对 那么对于他的喊话 很多台湾的网友也是学他的口气 纷纷的寓意这种回应 我们说几个比较有代表性 有的说弯弯不回家 弯弯心心被软禁 乡乡被家暴 弯弯好害怕 新疆人被软禁 香港被家暴 然后台湾害怕 还有的说什么 弯弯18岁 弯弯要独立 说那不是弯弯的家 那是地狱 甚至有的直接就是用白话文回过去 说不是台湾回家不回家的问题 现在很多中国人都要离开这个家 你们现在很多人要离开这个家 你还好意思让我回家吗 其实人家说的也没错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 中国人他要离家出走 他要离开这个家 我们总结了这么以下几点 政府他对百姓的态度是什么 基本上就是无话不说谎 对民敢弄枪 任意拆民房资源全毁汪 愚民害祖汪 害民勾奸商 宪法作为一张 扬恶灭善良 窃财藏一箱 绝取与疯狂 什么意思呢 就是无话不说谎 他这就是靠这个谎言 靠谎言继骗维持这个统治 他也不让中国老百姓说真话 你要敢说真话 马上对你就是动药动强 甚至就坦克镇压 任意拆民房资源全毁光 基本党国有需要 党国国家的这个利益 那么人民的这个利益 基本上就是死过不管 直接说拆就拆 以破坏这个环境这种为代价 发展这种经济 基本上是债留子孙 资源全部都已经毁光 渔民害祖邦是害民勾金商 这个进行这个洗脑的这种教授 到现在中国的大学考研的时候 还有考这些马列这些东西 这是给人民洗脑 对不对 害民勾金商 那个就是对吧 官商勾结 造成中国这个社会的这种不公不义 腐败造假 最可气的就是让人就是说 前几年这个习近平修改这个宪法 几乎这个中国这个宪法 就跟那个废纸一样 共产党说说改就改 对吧 人大一举手就直接就通过 杨俄灭线梁 就是这种 前几年抓了一批这个很多这种维权的这种律师 真正敢说真话 为这个老百姓做事的人全部给抓起来 切才藏一箱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基本上就是把国家的财产当做个人的财产 转移到海外 已经达到一种疯狂的地步了 那么可以说 共产党从包宗时代开始 基本上就是治国无方是老民有数 所以李锐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 共产党叫做毛病不改 饥饿成习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 中国社会已经变成什么样子呢 种菜的他不吃自己种的菜 卖药的不吃自己产的药 卖奶粉的他从来不吃国产奶粉 造假作假 坑崩崩崩崩崩的拐骗 这已经是习惯成自然的现象了 整个社会的变成这种道德的这种淪陷 你这个礼崩乐坏的 这么一个情况了 现在已经是 很多在国内啊 有能力移民出来的 基本上都出来了 还有一批呢 他留在国内的 他其实也并不是说 真正耐国这些人 有人说了 对不对 那些很多土豪明星们 对不对 他们有钱人 他们也在中国呀 他们也生活的很好嘛 他们也没走啊 你别看那些个土豪明星们 在国内 他们可能这个妻儿子女 基本上都有这个 外国这个护照或者绿卡 他们生活好 他们那是跟这个官商勾结 他有特权 你对于普通的老百姓 不一定是这样 而且其实现在很多啊 这种大的土豪啊 听说像潘石屹这种啊 已经偷偷把这个资产 往这个海外进行转移了 而且也就是听说像刘强东啊 听说也是说准备要跑路嘛 对不对 很多土豪其实准备 已经要跑路的 那么在很多中国人啊 都准备要离家出走的情况下 要跑路的情况下 你让台湾回家 对不对 你在台湾人看来 这不是天方夜谭的感觉吗 对不对 台湾人脑子他又没进水 共产党经常挂在水边的一句话 什么就是统一啊 只要统一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台湾人说了 老共不下谈 台湾不回家 六四不翻案 统一不可谈 对不对 那你说你共产党 你天天高喊国家统一的这么个党 对不对 那你为了国家统一 你是不是应该开放普选 让人民当家做主 对不对 那么造成现在这个国家分裂的局面 对不对 那到底是台湾人的责任呢 还是共产党的责任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共产党他这种的靠一时的这种谎言和洗脑欺骗 虽然可以骗得了中国人一时 但是骗不了永远